HELLO 大家好我是Ryan 这次来教一下大家怎样用这个神魔见解中心 然后这个平台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不会组队的玩家或者 刚回锅的一些玩家 进入这个画面之后呢你只要 就是登入自己的UID 然后还有那个验证码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打一个勾然后 按确定他就会进入这个画面然后这个画面就是你 游戏里面的背包确认一下里面就是是不是你的背包这样子的 这边也有一个叫筛选的功能其实这个就是跟你游戏里面的 那个版面是一模一样的最后就是直接点个分享出去 然后这边 大家可以 注意一下然后可以 你分公开5天 30天或者永久公开或者占卜公开这样子 就是看你想 这个背包 给大家看 多久 如果你这边设定是公开5天的话 到了第6天的话别人是看不到你背包里面 有什么一些卡片的 对然后这边就直接点个公开5天 示范的话 然后确定 然后就进入这个画面就是有三个平台可以让你分享 Facebook或者LINE或者 复制连结 建议用这个复制连结了 因为 比较方便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连结贴到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 对 然后就 它是会显示这个连结已 复制 然后就确定 接下来呢 大家要怎么知道别人帮你组了什么队伍呢 你那个连结已经分享出去了吗 别人就是 点进那个连结 就可以帮你组队的 几天之后 重新登入这个画面 然后你点上面的这个 其他组队建议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些 别人教你的一些配对 进入这个画面之后呢 如果你看到一些队伍比较奇怪 譬如是全部小怪啊 或者一些 不正常的一些配对 你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对这样子删除 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用手机版本的话 他有一个功能就是 自动组队 点了 自动组队之后 他就会直接跳入游戏里面 帮你直接 把这个队伍组好 这样子 就比较方便大家 好那这个画面就是 别人点进去你的那个分享的连结之后 你帮他组队的一个画面 那大家看到上面就是一个队伍栏 然后下面就是 你要帮的那个人的那个背包里面的所有的卡片 那我这边就示范一下就是 可以组这个 拳皇队 那万一如果譬如这样子 你 点错了怎么办 那你就直接 跟你游戏里面的 一模一样就是 再点多一次这张卡片 那 如果你是拉了下去的 你可以直接点上面这边 他会直接跳回去这边 然后来到 队友这边呢 他就会变成图鉴 就是 可以任你选择的 然后 拳皇就是 要配 配个 炒剔金 炒剔金 然后就 筛选这样子会比较快 火人类 然后确定 然后直接就可以选进去 然后 队伍配好之后呢 你就 点下一页 然后这边呢 那就是可以有一个 建议 替换的一个召唤兽 那你就可以这边选一下 有什么 其他的可以 来换一下 这样子 然后我就来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让他 替换的 那我就 建议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 希望大家用这个功能呢 就是 是认真的去帮 别人的 不要就是乱配对就是来害了别人 这样子就不太好了 然后这边 其实你不 不选也可以 你选也可以这样子 然后 或者你留言跟他说 除了这三张以外还可以 放些什么卡片啊或者怎样 然后 自己留言也可以 不留言也可以一样 就是这个界面 完全不选也可以 直接跳过 然后就直接点这个提交 然后这边有一个立名提交 或者有一个记名提交 如果你想 希望 你就是帮助他的那个人来报答一下你的 知道你是谁的你就选择下面的 应该觉得大家都会选择上面的 命名提交了 然后提交完之后 就进入这个画面了 进入这个画面之后呢 就是 你帮他 配好的队伍 然后来到这边 下面有一个分享 这边也一样跟刚刚一开始的一样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连结分享到 不一样的平台 或者你直接 点这个 分享到FB 或者这个 分享到LINE这样子 然后或者你不点这个分享也可以 因为他已经 系统已经把它提交到 就是你 帮他的那个人 账号里面了 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神魔剑剑中心的这个 平台的一些 讲解 那希望可以帮助到 回锅的玩家还有一些 不知道怎样配对的玩家 那我们就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